周ucht 去年只能当做参考 当然东盟能够胜利 还是俄军能够拿到锦标 当然是好事 對這個球員要打今年的一軍來講 信心上會比較足夠 但是你說在一軍 我們只經過一年的一些磨合跟訓練 要在一軍 你說成績一下子就要 要跟人家有一些競爭的話 那需要還要再更多的努力才行 棒球本來就有一點模仿的效應在 那這些自身球員進來 他們都已經有很多年的職棒經驗 在春訓期間他們如何做調整 我想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方式 所以在春訓的時候他們的練習 也給這些年輕人一些模仿的對象 去年跟今年當然是有一點不一樣 去年我們春訓的時候幾乎都是新生 大部分都是一年級生 有的甚至高中才畢業 那都沒有打過職棒 所以我們去年的訓練方式 除了子餘外 連量都要加進去 先把他們的整個體能狀況把它調整起來 好應付今年的一軍比賽 其實一開始來的時候 也沒有說打得很好 因為其實自己給自己壓力也滿大的 然後洪總也有發現 那也跟我聊了一些事情 對啊然後也告訴我說 就是不要把責任都攔在自己身上 那放開手去做 然後以身作則是最好的選擇 不要想著要做很多事情 對啊那自己後來轉換心態 然後慢慢調整也有越來越好這樣 其實一直以來 都自己都很積極啊 對那 也知道這個球隊 也都是年輕球人比較多 然後也告訴自己該做給學弟看 對不要只有嘴巴 對那用一些表現行動 就是領頭羊的感覺 對啊就是做什麼都衝前面 然後也想證明自己還可以打 所以就是自己的企圖心 就是一開始就展現出來 非常的開心啊 因為語言都能溝通嘛 那笑容也特別多 那這是洪總講的 對 我覺得我適應還蠻快的 因為以前就有這樣過 不是說從來沒有接受這樣的訓練 那現在回來 我覺得適應的一個禮拜多 就差不多慢慢的上軌道了 對 去年的整體感想就是 從零開始 很多的東西都是先從學習開始這樣子 先把所看到的跟經歷的東西 失敗跟成功都把它變成是 為了隔年的準備這樣子 在訓練上當然會先以去年的 洪總跟林教練他們所安排的先 的架構先去做操練 我今年的這個新的職務 在針對今年的訓練課程上面 可能就會稍微多一點的一個變化 比如說在分組上面的啊 時間啊或是分組分向 這些可能會讓他們多一點 多一點嘗試跟刺激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在場上的應變能力 會可以再快一點 比去年能夠可以更成熟的表現這樣子